作為何謝偉律師事務所代表我 就是發信給何君堯議員 是對我作出嚴重的誹謗 由6月4日開始 直到7月底發生多宗的示威、遊行、非法集會、不合作運動 不少的非法集會其後演變成為一連串的暴力事件 直至目前為止已經超過有180人被捕 而最重要是有三大類型的人士未被驅逃和予以展望 第一類型人就是一些批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 我的名字是林卓定、方仲宇、朱海迪、鄭松戴、尹兆堅 這幾位立法會議員在多次遊行集會和浮海市場暴亂、暴動的事件裡面 他們都是演場一個非常重的角色 他們以前是習慣了有戰鬥的罪、公眾的重小罪、非法集會、甚至乎是阻差犯 讓我們一齊來看清楚這個港獨議員的真實口面 今天,我們59人懷著沉重的心情,決定退束民主黨 在新加坡之道選舉,挪用會員之一事上,我們通過了何為議權謀先 我覺得林卓在我南卓,在那上上標準,如上起下專門霸道的人 任時會決定他上去做 英期間去求英國議會干預香港事務,詳衰香港的醜聞 在北區議會會議期間,有大批民眾大鬧林卓平搞屎棍 在今年7月6日的江復屯門現場,林卓平就充當暴徒的保護術 威脅路邊拍照的男子交出手機 香港搞屎棍已經臭光,林卓平也都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署上面 川普總統